疫情的走勢不容樂觀 我們整體個案在過去兩個星期是急升的 由兩個星期之前 每個星期還在下跌 即是6%左右 上個星期其實已經增加了22% 這個星期其實還增加了3% 而整體這個為什麼會上升呢 主要是因為B.A.5急速地上升 因為它是以每個星期兩倍的趨勢地上升 但由於這個基數是越來越大 你最新的 比如你昨天去報回來那個 大約有3,600宗 其實都是這個B.A.5的 如果它一個星期倍增這樣上去 下個星期就是B.A.5那個 或者B.A.4那個出到來那個 就是會有7,000多宗 再加上其他的那些 就是4,000多宗 其他的一些品種呢 其實我們應該下個星期之內 其實應該會破萬宗的 而另一個引致的問題呢 就是因為我們還有整個4至5%的病人呢 是需要入院 尤其是一老一幼呢 這樣的情形呢 其實那個醫院是蒙受一個 比較嚴峻的壓力 那這個呢 其實是要我們整個防控是要小心的 大家要留意呢 政府那些的社交距離措施呢 其實呢 它不是自己本身呢 立刻可以立剛見影呢 是可以減慢病毒的 它傳播就不同一些所謂的政態管理的方式 它其實只是一個引導作用呢 希望的市民大眾呢 可以減少了一些跨家庭之間的一些高風險接觸的意思 所以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這個階段呢 大家都盡量減少一些跨家庭之間的一些高風險的聚會呢 那這件事呢 不單止可以減慢了那個病毒傳播 給我們醫院可以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第二件事呢 它也都會爭取多一些時間呢 是給我們一些高危人士去接種疫苗